哈囉 大家 今天是10月21號 然後呢 現在10點大概20分 我今天原本是買10點的車票 然後因為他那個信箱email寄來的地址 跟真正搭車的地方不一樣 然後我就一直找一直找一直找找不到 然後呢 找到了時候呢 車就開走了 然後他叫我等 再等40分鐘 現在等11點的 車票也是3點9塊 哇 怎麼這麼的可憐啊 每次出去玩都這樣子東奔西跑 我還帶了早餐 結果還沒吃 現在原本打算在客運上面吃 現在直接在這裡有那個客運站吃了 好累喔 先來 знать 我們不會有得送到你 接受不了 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啰大家 我到了 我終於到這個Bristall 搭車搭了兩個半小時 本來是表定 兩個小時45分 現在兩個半小時就到了 然後我現在要先去一家 東東的捲餅店 先走去那一間店 拜拜 天氣超好的 然後我剛剛下客運 原本想要去廁所 結果他廁所要錢 20匹 我就沒有去了 反正就算了 反正再忍一下 這邊的廁所都要錢 Google map不知道要帶我走 這是什麼 奇怪的小路 好累 上坡 走一個小路到了比較中心的地方 好喘 就是這一間中東的捲餅店 現在要來這邊吃這間捲餅 中東料理 可以拿一隻雞嗎 可以拿一隻雞嗎 好 點了一個雞 然後在這裡拿 在旁邊點 在這邊拿 吃吃看好不好吃 大家都推薦 在做我的 我的餅乾 我的捲餅 謝謝 好 我們到了 我現在來吃吃看這個捲餅 麵包 披薩的皮 我還沒吃到料 先吃到料看看 我點的是Chicken的 生菜 咖哩的味道 咖哩的味道 非常多的香料 非常多的香料 超大捲 他們的瓦斯桶是紅色的 蠻好吃的 特色料理 好 好 現在我們等一下拿去後邊吃 拜拜 這就是他們的小市集 然後 像 戶外的美食 街 Street food 之類的 然後 這個裡面還有 看一下 這裡有一個 Exchange hall 不知道說什麼 竟然有廁所 等一下來尿 他叫我要戴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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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室內的古董小店 各個小店 賣很多東西 衣服 衣服跟 這邊是 木製的 商品 小小一圈的 然後呢 我現在要去尿尿 旁邊要爆炸 找到一個 免錢的 廁所 超扯的 不過沒有都有亂走 我現在要去一個港口 拿著我剛剛的 捲餅 去吃東西 那我看他就是一個 小河 一個小河的概念 在這裡面 我好像流浪漢 找不到地方坐 嗨 我現在在河邊 吃我的捲餅 第一隻滴到不行 整個口罩被滴到不爆 大眼 第一鍋 我剛剛在吃那個捲餅的時候啊 然後他就整個滴到我的口罩上 我想說 我要再拿一個新的口罩 結果我發現 我整袋保養品都沒戴 真的被自己氣死 好 然後我現在要先去飯店check in 因為我不想背得這麼大一袋 等一下去BOOTS買個卸妝 跟那個 看有沒有買個口罩 想說搭車的時候還是帶下來比較好 現在先來飯店check in 一下 現在先來飯店check in 一下 現在先來飯店check in 一下 今天做Handship 好 我現在要先來check in 308 什麼地方都還沒去 我要跑去買了卸妝精 這個噴霧跟乳液 我傻眼 我的旅程現在還要開始 什麼鬼啊 好累 我噴一下 HELLO 大家 我現在下公車 終於要去我的第一個景點 我要去Crystal這裡的天文台 看那個 Clifton Bridge 然後它是Clifton的天文台 有沒有奔波的 哇靠 在這裡走的真的超累 受不了 又走一個沒人的路 哇靠這天氣也太好了吧 這就是Clifton Observatory 然後那邊就是Clifton Bridge 在後面這裡 在後面這裡 還 結果這個上面的觀景台 要前大人要散放 所以我就想說 反正這邊 高一點點而已 應該還好 這邊看 往這邊看 現在它是1766年的時候的風車 現在它是1766年的時候的風車 就走了一個小路下來 然後這邊 這邊就是Clifton Bridge 一走下來馬上就到了 一走下來馬上就到了 剛剛在上面一點點的地方 就是Clifton Observatory 就是這個橋 就是這個橋 Clifton Bridge 車子要收一磅的過路費 人工收費 只是下來投錢 這也超美的 然後剛剛在這個上面 這裡 走下來有一個小路 就到這裡了 然後呢聽說這邊 很多人跳河 跳這個橋 所以這邊有寫那個 有點像那個1995的專線那一種 現在來走這個橋看看 哇靠 Sorry 我現在躲在這個 Clifton Bridge 上面 超級高 這個有聚高震的 應該會爬 前面有一個人在跑步 走到對面再走回來 到此亦有一個概念 這座橋 總共400多公尺 然後它就是只有前後 有那個紫層 整個下面這個步道 這邊一整條 全部都是 懸在空中的 超厲害的 哇那邊超漂亮的 不知道會不會錄到很多 車的聲音 因為 車就在旁邊 這邊400多公尺 一線上就走過來了 超壯觀的 真的超美的 超漂亮 真的 現在要走回去 也要是400多公尺 然後從這邊 回去也是要 收一半的過路費 大家都逼 大家都逼卡 我覺得應該是 整建維修的費用 剛剛的天文台 一下下就又快走到了 小小很大的橋 但走很快 好 好 就下一個景點 掰掰 哈囉大家 我現在又要搭公車去 Bristal Cathedral 就是布里斯托大教堂 剛剛去看那個clifton bridge 真的超漂亮的 超級美 而且天氣很好 不過來了陰天 我覺得很不爽 知道它那麼衰 大公車 剛剛大公車來 就是為了去那個橋而已 因為這邊 這一個區 就是只有那一個景點 哈囉大家 現在要去 Bristal Cathedral 然後先經過這個 Bristal的市政廳 穿過這個草坪 Cathedra 他們的大教堂 這個大教堂 Bristal大教堂 這個只有早上9點到5點可以進去拍照 現在他們有一個play 所以就沒辦法進去 看那個外面也很漂亮 這樣 這個是Old St. Church 走到市區了 那我現在想去喝個熱咖啡 去喝個熱的飲料 然後晚點去逛一逛的去吃飯 這樣就好了 好 我發現在這邊啊 走在路上 或者是在公車 裡面 就是 真的大部分就都是英國人 因為他們的口音啊 什麼的 就是 你一聽就知道他們是英國人 而且 就是連在比較 市中心一點的地方 也幾乎沒有什麼 就是 我覺得這邊也是 有觀光客 可是觀光客 也是以英國人居多 英國本地人居多 然後 現在 隨便走 這是我早上來的地方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想念的熱茶 外面現在 十一度 看不見 覆蓋 吃晚餐 完全不知道 多少錢 可不知 吃晚餐 在外面 吃晚餐 吃晚餐 完全不知道多少錢 吃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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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這裡的店都是晚上八點就關門了 所以到八點就幾乎什麼東西都沒有 然後我現在要去超市買個水 然後就要回飯店休息啊 我飯店躺然後洗澡 對 掰掰 哈囉大家 我現在到飯店了 來跟大家room tour一下 我今天住的是希爾頓旗下的hampton 然後這邊是門進來的地方 一進來的右邊是廁所 乾濕分離 這邊有一個很大的鏡子 這個門 關廁所的門這邊有晾衣服跟燙衣服的地方 然後有附一個那個吹風機 又有附這個攤開行李的 這應該是 這算他們的單人家大 因為我住的是單人房 然後這邊有一個沙發桌子 跟一個這個化妝桌 一台電視 有附一個熱水壺 跟一些茶包 看他們沒有冰箱 然後也沒有附水 重點是呢 也沒有拖鞋 所以我等一下就要光著腳丫在這邊走了 然後 英國的飯店呢 好像幾乎都不會附牙刷 所以 牙刷要自己帶 我這次也忘記帶 就是呢 今天早上就要搭10點的客運 然後結果果然在這邊找了客運站 照照照照的找不到 就 就沒搭到那台車 後來搭了 11點了 11點到這裡就已經1點半了 1點半之後 我就先去買東西吃 吃一吃呢 發現 我吃了東西沾到口罩 所以我就想說要來換一個口罩 要換口罩的時候就發現 所以靠 我竟然 沒有帶我的口罩那一袋 的東西 那一袋就是還有我其他的保養品 所以呢 我就這樣奔波奔波 去了好多家店買口罩 到第三家 才買到 我超扯 我去BOOTS 我去SUPER DRUG 就是他們這裡的 算藥妝店都沒有 結果我是在Poundland 就是這種賣雜貨的 一塊錢起票的店才買到 我整個傻眼 買到這種五個一磅的 不知道有沒有用 但 有帶有安心 然後呢 我就先來飯店check-in check-in之後 再出門就大概 3點半 打工車到 Cripton Bridge那邊 到那邊之後 還好那邊蠻漂亮的 其實才有查一些其他的景點 但根本來不及去啊 好累喔 現在8點半 8點半回到飯店 休息 買一瓶水 今天都沒喝水 這裡有熱水壺 但我不敢用 對 這就是今天的一天 太累 好累好累 從一早就開始衰 衰到不行 掰掰 明天見 還好明天這裡有附早餐 啊 就不用想早餐要吃什麼 好久沒吃飯店的早餐了 掰掰 明天要去巴思 掰掰